韩国要在境内部署萨德导弹系统 中国也有自己的计划 在外太空部署卫星系统 听起来好像很不简单 再听听这个卫星的名称就更加不简单 这颗由中国发射到外太空的卫星叫 莫子号量子卫星 量子这个词汇是听听了是听了不少 但是有多少人真正了解它的意思 其实说到这里就顿时想起谁 加拿大帅哥总理特鲁多 他早前在记者的询问下 解释什么是量子计算 特鲁多当时就从容不迫了做了一轮的讲解 博得这个满堂的贺财生 其实也证明了他不是一个空有外表的政治人物 不过我倒是很好奇 那些拍掌的人是不是真的理解特鲁多的解释 这就是题外话了 回到中国发射的量子卫星 这个号称为全球第一颗量子卫星 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为什么中国人会如此的骄傲 我们马上来了解 火箭发射成功 象征着中国人又拿下另一项世界第一 成为全球第一个发射量子卫星的国家 量子卫星是中国科学院领导的第一批实验卫星之一 主要的目的是借助卫星平台 进行新地高速量子密钥分发实验 希望在空间量子通信系统取得重大突破 专家的话听起来很玄 可是又好像听不到重点 说得再浅白一点 中国发射量子卫星主要是为了防止他国窃听 信息时代的迅速发展 让微电子技术作为基础的信息技术即将达到物理极限 而量子技术则非常可能取代现有的技术 开启下一波技术革命 量子通信系统还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技术 加上量子密码不确定性非常高 又不容易被复制 这意味着黑客不能轻易窃听机密的消息 中国一直控诉美国黑客多年来 透过各种管道窃听中国的重要机密 而量子通信可能就是未来反窃听的重要法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